辽兰首胜 不得不佩服 真的太强了 郭艾伦21加6 恭喜辽宁南兰 恭喜辽宁南兰的球迷 恭喜辽宁拿下比赛的胜利 你喜欢郭艾伦也罢了 你不喜欢他也罢了 反正郭艾伦太强了 辽宁南兰不能没有郭艾伦 中国南兰不能少郭艾伦 本场比赛辽宁球员郭艾伦在 首截仅得2分的情况下 后生发力 出场41分钟 17投9中3分4中2 罚球4中1 拿到21 分6篮板三助攻 两抢断一概冒正负值加4 作为上个赛季总决赛对手 本场比赛看点颇多 辽宁南兰多休息了几天的时间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本场比赛辽宁南兰比预测的还比较轻松 很快地把比分拉开 全队的进攻完全靠赵继伟了 韩德军挡拆赵继伟急停跳投2分命中 他打得越好 其实表明了辽宁南兰整体进攻越差 基本上都是个人攻坚打法 关键时刻还是辽宁南兰的外援福哥站了起来 帮助球队拿下了比赛 特别是第四节的时候 福哥展现了个人能力 逐渐地成为了球队的核心 也是战术的核心 表现特别的稳定 进攻防守传球完全是大场面先生